平川说人静天天聊门瘦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我们的怀疑旧时刻 给大家带来一场两年前的巅峰对决 由英飞大战Happy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AZ亚马逊 出生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网林ID叫LFHappy 两年前的Happy加入了中国的一支战队 但是后来两个人双方的收尾不是特别的完美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一名红色的人族 中文ID叫我要攻击之爪 他就是中国的顶尖人族英飞 本场比赛取自于2019年网易Next的一场对抗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手法英雄 英飞这边手法的是大法师 好开局的话还是比较的常规 我们看一下Happy这边 Happy依然还是选择自己万年不变的一个开局 死亡骑士DK的一个手法 坟长放下那又是一个科技蜘蛛流 最近几天大家都在讨论Happy是多么的无敌 确实 ESL的比赛Happy直接13比0 一个小分都没有丢 拿到了5万美金的冠军 实力真的是非常具有统治力 不过这一次有点遗憾是中国选手没有去参加 那如果中国选手去参加能不能阻止Happy呢 这个真的是没法说毕竟没有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只能回顾一下两年前Happy和我们中国选手的一场轿战 好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双方的一个博弈啊 这边的话仁卓发现对方派了一个侦察的小尸身 先把小尸身给赶跑过来练一下门口的533 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尸身能不能赚一点便宜啊 上来先把这个5级的巫师便捷者给干掉 打了一个守护戒指加三 然后再抽空把这个小尸身给解决一下DK 那DK的话在中间练一下这边的一个433 反正现在赶过来也抓不到人组练击啊 还不如自己练一练 这边的话大法师啊 杀完对方一个小尸身之后已经升到了二级 大法师练击效率确实真的有点高 这边啊双线再练 然后呢大法师哇已经侦察到DK在旁边了 好过来直接抓你DK练击 那这边DK的话围杀了一个小步兵 大法师赶过来想把DK给赶跑 我们看一下 DK杀步兵的时候啊不忘了C的一个罐 那这一波我们看一下DK打了一个隐身斗篷 隐个身在这里 我来看看你敢练吗 你敢练的话我一发C把你给抢掉 这一边我们看一下 大法师大法师 想这个闭眼围杀吗 好位置走的差不多 这个围杀有点秀啊 对方隐身啊通过这个感觉知道对方在这儿好在撒一把粉 哎呀DK被迫叫TP 这一波因非打的有点秀啊 直接判断对方隐身之前的一个位置 然后摆好位置突然来一个围杀 这边的话撒一个粉 DK被迫叫TP 那把DK赶跑之后 大法师这边可以开开心心的练分框了 七个民兵一敲 这边赶紧练啊 DK的话赶紧回来 家里的话吃了一个仪式匕首 牺牲一个骷髅补一下状态 但是你过来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啊 而且DK状态有点差 这个开局因非血状 好 DK姗姗来迟 但这里的话六级是特能顺势解决 大法师已经到三级 三级打你二级 那这里的话DK也是勉强升到了二 看看双方接下来了一个博弈人族 能不能当着DK的面把分框给开出来 DK继续在这里恢复一个血量啊 恢复的差不多 再去抢灌 那人族反正你DK状态不好不敢过来 我直接在你面前开了 二级水元素啊 水爸爸往前一站 那王林不太敢过来 有点谨慎啊 不能太冲动 DK绕了半天 想过来开始杀农民了 这边骷髅一招 找机会出土你的小农民 一发C 然后骷髅补一下伤害 好 还是杀了一个小农民 那这边DK早早的撤一下 现在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科技进度啊 王林的话 二本即将升好 科技非常的快 那人族所有的资源还是投入到分框 暂时没有资源去升本 这边骷髅又消耗了这个小农民 那DK找紧机会右口过来C了 不过二级水元素啊 有点猛 水爸爸往前一冲 DK暂时没有办法过来 那这一波人族又憋了六个步兵了 人族可以找机会绕到王林家里去搞胜 为自己的分框争取一下时间 分框最好能起一个圣塔 然后英雄去王林家里搞胜 这样的话王林就没有机会去骚扰人族的分框了 这里的话大法师还是在防 等自己塔好塔好之后就可以开始进攻了 那现在二级水元素一招 DK真的是拿这个二级水元素没有办法 虽然说王林已经有三只蜘蛛了 但是对付三级的大法师还是没什么好的办法 这边两个骷髅绕了半天终于绕了过来 可惜圣塔已经好了 这一波骚扰打不到自己的想要一个效果 DK也上去绕过来 大法师继续继续封住对方的一个进攻路线 那接下来大法师要一路冲打到王林家里了 王林二本升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屠宰场放下 发的是一个巫妖 好开始升三本了 那王林必须等到自己的巫妖出来 才有一个进攻的能力 没有巫妖的话 现在面对二级水元素没有办法 大法师买个单船 那是想找机会去冲到王林家里屠农了 如果回不来 那直接单船撤退 这里的话水元素继续往前冲 看一下 哎 这里步兵想过来双性恋一波完 力曲出来了 巫妖一出来 有诺瓦可以砸 大法师稍微的撤一下 这对方的力曲还是有点凶 人族过来 看看对方会不会开分框 或者是绕到王林家里去 大法师在前面各种吸引你 你敢追我大法师 我这边步兵就过来 然后大法师单船过来 这一招一花接木就有点强了 我们看一下 王林也是知道人族的一个打法 所以说还是过来 把对方的小步兵也赶跑 那现在 因为这一波的牵制非常完美 上下两路 我看你打哪路 这里出现一个小失误 这边步兵走位 一不小心把这些怪给惹醒了 大法师 大法师 大法师这里不要冲动 不要冲动 赶紧跑 跑了自己分框 然后步兵赶紧找机会 去王林家里搞一波战 那王林没有上当 追了一半 赶紧撤赶紧撤 那个时候在Happy 确实牵制能力 还是被对方各种把握的 死死的 那个时候Happy 分兵还不是特别的熟练 那还是比较擅长 一对兵A过去 赶紧的话 被人族牵制的很难受 那你追杀 这里小步兵 大法师 又去你家里搞事了 那王林 真的是半场都过不了 只能在自己这边 各种被人族 各种牵制 那眼睁睁 看着人族 是把这个分框 还有这个科技 运营起来 现在人族200 已经升了一半了 家里的话 塔 主框 分框 各种补塔 等王林有时间去进攻之后 那对方的话 塔已经起来了 那个时候的人族 这个战术 打得王林 确实没什么脾气 王林现在呢 要等自己的三本好 三本好之后 才赶出去 你现在二本出去的话 对方图你一个农民 这个经济就有点炸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 王林 英雄 不太赶走 只能是在家里旁边 练练小点 人族 趁此机会 是吧 家里的防御做好 科技 升好 哇 这个塔 真的是有点多 好 王林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三个车子了 三本一好 毁灭形态一身 毁灭一飘 这一波 看看 这个时候 人族家的塔 也很多 那你飘两三个毁灭 还真不一定能拿下 这边 王林 继续练一下商店 DK 才二级 这边巫妖 才一级 英雄等级 确实有点低 二一 大法师早早就三级了 这一波 我们看一下 大法师单船 巫 这边 单船在这里 还买了一个飞艇 那练完这一波 又去王林家里搞事了 这一波 有点难受 我们看一下 王林现在离自己的矿 也不是特别的远 这一波 要不要 一个幻象 去侦查一下 那人族这个点练完了 会买炸弹人吧 幸好没有买炸弹人 那这一波 人族又开始去王林家里搞事啊 不过王林 好消息是王林的三本已经升好 这一波 看看王林大部队回防一下 乌妖的话 暂时没有到二 大法师这一波 是把对方给逼回来 然后交个TP 继续拖时间 这一波步兵的话 也基本上死了一两个 不多 人族三本的话 已经升了一点了 家里的话 二发的是一个山丘 赶紧补这个BW车间 那车间一补 后面主要是出飞机啊 对付这个王林的一个毁灭 王林这一局的话 车子有点多啊 两个车子 一个毁灭 接下来还可以漂两个毁灭 中间建一个水元素 水元素 CD马上到 所以说王林也就拿他没什么想法 好 毁灭继续过来练练集 那三本好之后 王林可以考虑三发一个英雄啊 还是要找机会去怼下对方的这个分框啊 虽然说对方这个分框 塔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 而力区 练完这个点可以升到二级 DK身上还有一个幻象 刚才的幻象一个 现在可以幻象两个 大法师又是绕了过来 哎呦喂 好 这一波有炸弹人了 不过王林这边已经发现 已经手动控制 点一下这个大灯 幸好炸弹没有碰到自己的这个塔 否则的话通灵塔一炸 王林就要炸了 这边人族有一个飞艇 那王林出了一个天鬼 装面针对一下 从现在的对局来看的话 HAPPY确实被人族拿捏的死死的 各种被牵制 我们看一下 这里人族双线想练一下山丘 哎 这一波大法师没有把对方给逼回来 山丘刚出来练集 好像被对方给逮了 可惜身上有一个力量加6 还是被王林给抓掉 大法师那你不回来 我继续在你家里搞事 拆对方的坟场 以及水元素一兆 刚才这个炸弹呢 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 有点可惜 好 王林就开始怼人族的分矿了 DK过来买一个三发 三发一个深渊领主 深渊领主生个火影 又可以砸这边的农民了 那现在HAPPY试着分兵啊 一个DK回来 最好是有毁灭再更好一点啊 毁灭对付一下对方的水元素 然后DKA一下对方的大法师 这一波大法师可以单传撤退 不怕你 这边我们看一下王林 又开始拆人族的分矿了 好 火雨一下 你农民敢修 我就咋你的农民 无妖时不时放一番阿诺啊 那现在的话 人族依靠这边农民各种修 然后三本好 后面出飞机 那人族要开始等自己的三本兵成型了 三本兵一成型 是吧 接下来就有机会和王林正面验钢了 那现在双方是在分矿各种号 但人族呢还是耗得起啊 农民数人有点拖 关键塔也都 哦 这里DK小和自己大部队会合突然被人族给围住了 这里的话操作也出现了一点小的失误 这一波好上来 幸好是乌妖赶了过 一发挪瓦破了一下口 否则DK被杀就很难受了 那这一波人族通过围杀 王林暂时放弃攻分矿啊 要过来继续守家了 现在人族的话有山丘 这一波打过来 家里有点难防 王林被迫啊 又被牵制回家 这分矿已经拆了一半了啊 没办法 还是要回防一下 那现在看看人族继续带着王林关街 等自己的三本兵成型 飞机数量越来越多啊 已经有六架飞机了 六架飞机 那王林这个毁灭能不能站住 就是个问题 你毁灭站不住 那忍足骑士就起来了 好 忍足看看 跑着跑着 哎 突然练个急 王林啊 这能忍吗啊 当着我能练练急 好上来的话 这一波五级罐 一发C带走 这里垂一下DK DK冰甲一套 这里想围杀DK DK身上有TP吗 这DK没有TP的 非常的危险 幸好现在王林正面部队还是比较的多啊 先撤一波 这边毁灭被飞机 打的也是有点伤 山丘继续追杀DK DK DK赶紧跑 身上有兵甲 大法师再点下去 幸好兵甲减速了一下 这个山丘 山丘现在参数目不到DK 大法师的话 这一波 王林大部队在后面追 忍足在前面追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飞机过来 怼一下对方的天轨 天轨怼掉 接下来DK家里的话 磕个血瓶 那王林大部队在这里练击 DK一个人在手夹 DK走位要小心一点 往里面钻 往里面钻 小狗拉出来防一波 DK 有点打不过啊 大部队赶紧回防 DK身上还有一个血瓶 好 又被山丘捶了一下 DK血瓶 吃掉 这里 又这波炸弹 能炸的比较成功啊 但是还是没有炸掉 小速生赶紧修出来 好 这里大法师换一个TP 山丘赶紧跑 这一波人族 又牵制了王林 非常多的一个时间 两年前的Happy操作很强 但是这个大机关意识 确实还不是特别的完美啊 被人族各种牵着鼻子跑 那这一波牵制了好几波之后 人族这个三英雄 已经集结完毕 接下来就是部队了啊 这边飞机多出一点 然后骑士再多出一点 顺便练练集 等人族老二老三 到二级 甚至到三级之后 就可以和王林正面硬钢了 王林现在被对方牵制的有点难受啊 赶紧练练集 我们看一下 Happy这边英雄等级 三二 三三二 英雄等级也不低啊 人族现在是 三一一 三一一 过来练一下商店 刚才商店练了一半 那现在终于有时间处理了 好 王林终于有时间来进攻人族这个分框了 这边活雨一下 看看活雨一下 这边的话 人族还在争取时间练集 农民赶紧修啊 为自己的三英雄争取时间 三英雄如果能升到三级是最完美了 不行的话升到二级 也可以稍微的正面打一波 活雨继续上 农民赶紧修 力气的话已经三级了 二级弄瓦砸下去 农民有点扛不住 人族 哇这个分框有点守不住了 好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人族全家老小敲出来 这一波必须打了 再不打的话 分框就没有了 那一波我们看一下飞机数量非常的多 好 那边全部往下来 那这里蜘蛛数量也还多 蜘蛛往下拉扯一下 然后往下拉扯一下 消耗人族一个单位 人族飞机实在是有点多 民兵也过来了 这边王林不能应接赶紧撤 山丘终于是到了二级 飞机继续过来毁灭站不住 毁灭只能跑 蜘蛛数量还是不够啊 往飞机往不了那么多 这边要开始杀蜘蛛了 蜘蛛往后拉扯一下 蜘蛛领主过来想杀山丘 这边升级是哪一口 现在人口方面的话 这个人族确实有点多 有点多 毁灭被干掉 那现在王林只有一个加血车 这边蜘蛛领主走位小心点 不要被对方的农民给卡住 这里蜘蛛继续往下对方的飞机 火雨一下 吐一下你的小农民 现在王林且打且退 且打且退 只能通过这个拉扯来消耗人族的单位 把人族英雄的状态消耗完 就可以反打 现在人族这个续号能力是真的强 这一波想杀山丘 升级是又哪一口 王林的蜘蛛被杀得差不多了 那王林的话 蜘蛛伸钻地也没用 对方飞机有反应 所以说那对方真的没有办法 蜘蛛站不住 后面只能玩英雄 但人族三流氓也不是虚的呀 好这一波 人族状态终于下好了差不多了 但是王林车子没有了 三英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深渊继续过来下火雨 但人族回家补一波状态 接下来又可以反攻一波 这样好来好去的话 王林有点好不过 毕竟自己是单框 对方是双框 那人族飞机的话 已经有一对还多了 毁灭也站不住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Happy要不要转向女妖 那两年后的Happy 女妖用的是真的非常不错 那个时候的Happy 女妖出的不是特别的多 主要的话就是 戴个绿帽子防一下对方的双T 现在人族英雄等级并不是特别的高 过来我们看一下 练一下966嘛 练完966啊 这边的话 圣骑士山丘到二级半了 练完可能到三啊 到三级之后 那人族正面打的能力就非常的强了 好开始练966 大法师要不要撤一下呀 大法师你经验值在哪 好像性价比不高 主要是山丘和圣骑士 比较的重要 随便看看九级石头人 掉个手边 哇打了个火焰披风 王林是练一下分框 DK四级四三二 英雄等级暂时还是王林领先 那这里打完之后 人族 哇 差一点经验 这边山丘差四点经验 那再练一个小点 人族就是四三三的英雄等级了 这边人数英雄要起来了呀 等级一起来 那王林正面的话 要非常小心自己的英雄 对方这个双T组合可不是吃素的呀 王林现在是四四三的一个等级 人族是四三三 王林暂时有小有优势 这里的话 王林想练一下这个九六六 人族抓了过来 大法师先把这个小点给练完 让自己的老二老三 到三级 三级之后 那就不是一个档次了啊 接下来二级的双T 王林要非常注意保护自己的英雄 好 一个小怪 让自己的老二老三升到了三级 人口方面 我们看一下 王林五十七人口 人族现在是六十九人口啊 人族多了十二人口 攻防方面 蜘蛛两宫一防啊 这边骑士也是两宫一防啊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人族还想打一波 山丘一个人往前冲啊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王林这边是派一个山员 在前面扛啊 双方都有一个肉队 这里的话 飞机拉开来 不能让对方的蜘蛛网掉 然后骑士往前冲 王林开始转胖子啊 这个时候的话 王林好像也没有去生个瘟疫 这边飞机往前冲啊 蜘蛛赶紧往后拉扯一下 家里的话 终于开始出一些女妖了 女妖带个魔法盾啊 阻止一下对方一个双T组合 这边骑士堵着蜘蛛 蜘蛛拉扯 一个蜘蛛阵王 一发C抬了回来 可以的 这边的话 女妖上了一个miss 你的圣骑士的攻击 有点丢失的概率 这一波双方打坐一团 飞机已经升好了对地了 你既然不飘毁灭 那我主动顺一下对地 拆一下你这个车子 好这一波人族的话 英雄状态不是很好 王林要反打了 主要是开了个吼叫 吼叫一开啊 这个输出上升一个档次 王林这一波好像打回来了 杀一下这边的一个伐木机器人 这一波打完 那王林已经有61人口了 人族这一波英雄状态要补一下 主要是山丘和圣骑士 魔法之不太多 好王林练完这个小点 我们看一下英雄等级 依然还是443的一个等级 这边深渊领主装备啊 一个力量加6 没有其他的一个装备 人族补一下状态 现在状态不好 又可以打一波了 飞机的话是三攻一防 哇这个攻防升的确实非常的高啊 英雄看不看 这边有鞋 山丘身上有鞋 跑得很快啊 无论是进攻还是撤退 都比较方便 大法师的话 真的是大血群补 啥都有啊 就是缺无敌了 好 王林终于还是对这个966念念不忘 继续过来练一下 诶 人族抓了过来 哇 这一波 胎命点抓得很好 第一时间捶下对方紧腰 一发C抬了回来 杀对方骑士 人族吃了一个群补 那这一波人族 想把蜘蛛全部包起来打 大法师往前冲 那山丘的状态还是很不错 山丘 山丘一丝血 王林击火一下山丘 这边圣骑士奶了一口 那蜘蛛 蜘蛛的数量 好像有点撑不住了 好 人族飞机过来 飞机升好了对地 也是有进攻能力的 深渊领主被围住了 深渊领主被围住 好 第一个一发C抬了回来 但是王这人族的输出太高了 一发C抬回来 还是被杀 那深渊领主阵亡 王林没有肉 前面扛不了了 这边好像兵败如山倒 只能往后拉 只能往后拉扯 但是人族有锤 你这个拉扯空间越来越小 这一波打完 我们看一下 王林从60多人口掉到了54 但人族这一波打得很凶 调解一下阵型继续进攻 这里小杀了一个单位 有飞机往前冲 对方的这个车子 车子吊血量有点高 想杀山丘 山丘一身雪 哇 避难回家 没有杀到山丘 那王林最后一波反击 也是失败 只能遗憾 打出季季 退出了游戏 我们恭喜Infi 哇 这一局Infi的话 前期操作也非常的在线 尤其是这个牵制 打得Happy 确实有点没脾气 好 我们恭喜Infi 喜欢本层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